我孩子今年是读二年级 明年是读三年级 篮球特别喜欢 接下来9月份我们还要参加 在少薰举办的神小篮球联赛 可惜的是 朱先生的儿子没能现场露一手 记着看到 左邻右设小区里 可供居民活动的空地不多 五状和七状之间 有块空地还比较大 之前朱先生把可移动篮球架 放在了这里 朱先生指了位置 就在熊猫造型的就医回收箱边上 当时篮家就是一个黑色的 比较一个大型的玩具一样的 我们小孩子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玩的 看到小区里面这个场地 平时玩的孩子老人比较多 其他地方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所以就搬过来放在这个位置 记着看到 这块空地上部分位置滑着黄线 远处有消防登高处的提示牌 朱先生解释 篮球架是可以移动的 之前也没有放在黄线区域 如果发生火灾 篮球架也可以移动 不会占用登高处 他说放了篮球架之后 小区里的小孩子 大孩子都很喜欢 但时间一长 篮球架就彻底不能用了 物业帮忙挪走了旧的篮球架 他自费买了一个新的 正要组装被物业叫停了 比原来的那个稍微大一点 最高可能它是可升降的 物业过来阻止了 他们说不允许 因为有些有些业主反对 业务过也不同意 目前整个快递的包装都没有拆掉 还放在安放在那个物业的仓库里面 那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反对的原因有两点 不外乎一是安全问题 二是噪音问题 朱先生说 他从物业了解到 旧的篮球架还在的时候 也有部分业主反应过声音潮 被挪走过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道被谁挪了回来 新的篮球架还能不能进场 社区建议他 可以先征求一下 五状和七状两状业主的意见 目前的调音结果 是大概有接近74%的居民是同意的 还有 接近60%的人 然后有一部分人是不同意 还有一部分人是觉得 能够合适的时间段规划出来 他们是认可的 合适的时间段 对 大部分人觉得就是早上9点之后 跟晚上7点之前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我上周末也是去问物业 然后物业给我答复 就是说需要全体业主投票 就这一问题 记者也随机问了问小区居民 喜欢打篮球吗 喜欢 那现在这个篮球这样子没了 你是去哪里玩 没地方 没地 我只能把篮球当成足球和外婆 踢球在那边踢球 然后还只能在地下城玩 这可能比我们没影响的 你们是住在这个武装西方的吗 对 那有没有觉得声音响之类的 没关系 因为小孩子都是不一定玩 篮球都是不一定打个篮球 小孩子 就这些小孩子能玩的地方比较少是吧 对 你们怎么觉得呢 我们怎么就可以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这个物业不成 他责任 他出了事情 出了事情他也负责任的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他就不认人家做 他也可以 但是小孩子不说了 他本来这个东西 那以前那个不是放了很久了吗 本来这个时候 小孩子回东西下很有点 朱先生来到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说物业经理不在 朱先生打电话给经理 发现对方关机了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朱先生没有小区业委会的联系方式 记得向社区了解的情况 这个地方他本身是小区 小区范围的公共区域啊 就建议说这个 谁能决定社区决定不了 这个地方到底是能不能重来 就这样子会实行 因为目前的业委会给我们明确的反馈 就是他们要毕竟这个是小区 小区选业主共同来决定 这个地方怎么用的 那目前在没有新的一个 就是说一级的前提下 他们目前还是按照原来小区的一个整体 规划的一个方法去做 就是目前是不考虑新的这个篮球架 朱先生表示他考察过小区周围 没有特别合适孩子的运动场地 他表示可以把新的篮球架捐赠出来 后来记者再次联系小区物业经理 这次对方开机了 但还没有接通就被挂断了 记者又发了短信沟通 关于篮球架的问题 发稿前对方还没有明确回应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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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